是 娘娘 快去醒大医 叔叔被娘娘醒了 是 娘娘 啊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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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h 你可算醒了 等一下 你刚才说我是谁来这 慧婢娘娘 奴婢说你是除非娘娘啊 是叔婢 你說我是叔婢王上表妹 娘娘 你怎么了 等一下 完了完了完了 我的角色居然不是女主引擎和 而是火了两集就死掉的炮灰前行 啊 我的命怎么那么酷 恭喜你 决赛领取成功 您抽到的角色是浅晴 当朝皇上的四妃之一 也是太后的外兽女 您需要为原本的角色 逆天改命 一直活到大结局 请问 我现在聚首还来得及吗 气死我了 别人彻底重生都是女主 怎么我偏偏就是个配角呢 还是个十八线开外的炮灰 我不要做炮灰 一个在宫斗小说里 斗活不过两极的宠活 这个破戏图 给我安排的什么角色 就你了 娘娘你这是干什么呀 还给我 娘娘你上线过度 开始做傻事了 别管了 咱们还是去跟皇上服个软吧 绝不可能 皇上还是最宠爱你的 娘娘娘 我爱你 我爱你 瘦得跟个排骨似的还想泡我 瘦得跟个排骨似的还想泡我 你到底同不同意 你都三十五了还嫌我老 你都笨三的人了还在嘟死什么呀 我才二十一 你错过了我后回去吧 你神经病啊 哟还来脾气了 你看看你腰那么圆腿那么粗 除了我要你谁要你呀 你也瞎吧你 真好 真好 后宫开挂人生的世界 你是谁啊 我是后宫开挂人生的系统精灵 后宫开挂人生 不就是我读的那本小说吗 一种隐亲和是穿越者 凭借对历史的熟悉 捕获了皇上心 一路开挂成为了皇后 系统精灵温馨提示 如果您想回到自己的世界中 就必须领取我们的任务 并顺利完成哦 任务 我要是完不成呢 那很抱歉 没完成您将成为这本书的NPC 再也不能回到现实了 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 我要看电视 我要WiFi 我要冰淇淋 大结局 冰淇淋 是 该怎么做呢 娘娘 噓 这按小说的情节 女主隐亲和该进宫争宠了 不行 我必须得赶在她进宫之前 占据皇上的心 成为这部小说的女主角 有了 来 娘娘放心 包在二人身上了 不就是争宠吗 姐可是看过宫斗剧的 互怕互啊 你说 皇上一定会来吗 娘娘放心 安耳朵打点好了 你看 哇 的确是长得很帅 如果她出道的话 我一定pick她 什么 屁股 什么屁股 这个是苏菲姐姐吗 初级立场 多看你 就算我输 你就是勾搭男人吗 听闻姐姐 大病出狱 陛下 最近一直和臣妾在一起 都没时间去看姐姐 姐姐 不要生气了 陛下 臣妾大病出狱 恐惊圣上 就先行回宫了 挽留我呀 你倒是挽留我呀 晴晰日子 应了陛下要学的糕点 至今已经学会了 晚些时候便让安二给皇上送去 娘娘 娘 娘娘 晴儿 你怎么回事 连自己的主子都伺候不好 晴儿你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你 人家不要你 晴儿 朕因为国事繁忙 才没有来看你 且我生真的气啊 拉倒吧 明明就是你不想爱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不知是否因为生病影响了气色 朕倒觉得 今日的你与往日大有不同 大猪蹄子 因为国男天生丽质 再说 病骄 病骄东东 尤万一 你先回宫吧 陛下 怎么 要朕再重复一遍吧 几日未见 爱妃似乎变了血 多了些许温柔 他们都说 臣妾的性子不讨喜 就连皇上也不喜欢 便都劝着臣妾 要温柔和善一些 这样 才能够得到皇上的宠爱 你什么样 朕都喜欢 臣妾 晴儿 只先去忙公务 等忙完了我就来陪你 嗯 行 拖延 公送皇上 一个被陛下厌弃的女人 我倒要看看能掀起什么风浪 凭借本以为 淑妃姐姐今日定能如愿一场 挽回陛下的心 但是现在看来 陛下根本就不在乎姐姐吗 我去 这么快就和后宫的女人到了 等一下 让我回忆一下 电视剧里的坏女人 一般是怎么演的 你 手腕一阵话失了分寸 冒犯了本宫 不过本宫心善 念在你身子单薄 进宫时日也不长 便罚你在这蕴花园中跪上一个时辰 以锦效尤 你这样不怕陛下责怪吗 是吗 那就试试看喽 周婉姨身为婉姨 于众目睽睽之下 冒犯飞魏在前 得罪飞魏在后 定是进宫时没有好好学好宫规 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本宫呢 会向太后娘娘举名 派几个教养摸摸给你 再罚你超一百遍公规 你说 这皇上 是会相信你的一面之词 还是敢捂逆太后 臣妻领法 请淑妃娘娘恕罪 陛下日日操劳 可惜臣妾只是一介女流 只能为夫君烹好热茶 夫君快先饮下 去去寒吧 你换这什么 夫君啊 可是冒犯陛下了 行而知错了 哪有 天晚了 朕的淑妃 可要陪着安歇了 没想到淑妃 还有如此柔情似水的一面 也不差 我们有像啊 什么 臣妾的意思是 陛下乃云中之龙 臣妾 也是清新的很啊 被淑妃教训了一段 这淑妃倒是有几分手段 竟能从本宫苦心扶持的 柔婉仪手中抢走皇上 那柔婉仪竟这般没用 亏得娘娘您特地抬举了她 这也不能全怪她 毕竟这浅淑妃是皇上的表妹 皇上始终要给太后几分薄面 当年要不是我拦着 这太后是要给她那宝贝外甥 有贵妃的名分 那下一步 岂不是我的后卫 你去告诉柔婉仪 叫她不要让本宫失望 是 淑妃妹妹昨晚照顾陛下辛苦了 想必 今日是不来 就淑妃那个性子 陛下能宠她几天啊 姐姐可不要乱说话 小心 她也罚您在御华园里 跪上一个时辰 也是哈 淑妃娘娘可是有太后撑腰的呢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坐吧 听说淑妃妹妹前几日不小心落水 不知身子可否好全了呢 我不是在相亲吗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上年以前抢我母妇的恩宠 现在父皇已经不要你了 看谁还管你 你别跑 别追我 你给我回来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别别 停 停 这是哪儿啊 这 这是皇家幽化园啊 我有那个大兵 我告诉你 这是哪儿干嘛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你谁啊 你追我干什么 哎呀 装傻是吧 看我们把你打得真傻 你当我傻呀 你要打我 那我还不赶紧 跑 别跑 别追了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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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帮忙 是 站住 你别追我了 跑啊 你追着跑啊 快点跑啦 不是 你当时先给我一个 心甘情愿挨揍的理由啊 你要我脚还挺多 走 劳烦皇后娘娘记过啊 这还好呀 只是水浅着了梁 这要是水深 臣妾恐怕就无缘见到各位姐姐了 昨日 是妹妹顶撞了淑妃娘娘 请娘娘给挑活路 您是太后的外淑女 只要您一句话 妹妹恐怕 小命不保 哎呦 这是怎么了 臣妾 不敢 不敢多言 不是 你这戏也太过了吧 这里人多眼杂 重口重语词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仗势欺人呢 是啊 人家淑妃妹妹 毕竟是皇上的亲表妹 太后的外甥女 必然是懂规矩的 若婉仪啊 你就起来吧 皇后娘娘说的是啊 臣妾一定遵守公规 绝不会是那种 使阴招耍手段的小人 起来吧 倘若娘娘 能逼得平日里身体娇弱 处事谨言盛行的柔婉仪 当众哭泣 你这不是仗势欺人 又是什么呢 淑妃娘娘就跟众姐妹说道说道呗 你平时多么地遵守规矩 才能如此行事 劳烦淑妃教教我们呗 对 焦了 本宫与皇后娘娘说话 你随意插错 其为罪一 教会众妃 乃是皇后娘娘之策 你这话何也 其为罪二 身为妃尾 竟敢出言鼎庄本宫 其为罪三 这 就是规矩 赏你一个巴掌 算是便宜你了 淺青 你我同位非位 应当平起平坐 凭什么打我 是吗 圣旨到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淑妃遣世 品行端正 贤良淑德 今特封为淑贵妃 钦此 贵妃娘娘 还不接旨谢恩 臣妾接旨 叩喜皇恩 不再告退 臣妃 臣妾自知 惊扰了皇后娘娘 向皇后娘娘 叩头谢罪 这本该啊 在娘娘面前 跪上一个时辰的 可是太后 一早听闻这个消息 就急着派人 催臣妾过去 臣妾便不打扰皇后娘娘了 皇后娘娘 臣妾也告退 这宁妃和柔婉仪肯定是得了皇后的命 才敢针对贵妃娘娘 不过娘娘放心 本宫和娘娘是一条心的 妹妹多谢姐姐好意 妹妹若是无事 不如去我宫里坐坐 太后那边 改日 改日 我想起来了 宫里还有些要事 就不叨扰贵妃娘娘了 臣妾倒退 可算走了 我都尴尬的说干三十一厅了 三十一厅 救命啊 救命啊 娘娘娘娘娘没事吧娘娘 救命啊 救命啊 这是 发生什么事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最没有杀人了 快来我 救命啊 你最没有杀人了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最没有杀人了 明知道主子有孕在身 故意推倒主子 我哪知道她怀孕了呀 不是 臣妾的意思是 我没推她 你怎么能诬陷好人呢 你住口 你说 究竟发生何事 回皇后 今日淑贵妃借口被太后召了去 却在半岛拦下了我家主子 淑贵妃出言嘲笑侮辱我家主子 我家主子不甘受辱 刚想反驳两句 刚一开口 谁知淑贵妃就出手推倒了我家主子 我哪有 我那是 让柔婉仪自己跌倒嫁祸于你啊 这太荒唐了 再说 你今日不是说太后召你前去伺候 你怎么会在那儿 禀皇上 皇后娘娘 太后娘娘昨日出宫祈福 尚未回宫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皇上 皇后娘娘明见 臣妾真的没有推柔婉仪 臣妾去的时候 柔婉仪就已经倒在那儿了 还不认罪 岳儿 在 把淑贵妃带下去 好好反省 是 皇上 臣妾真的没有啊 娘娘走吧 不是 咱们先下去 干什么 皇上 你玩真的呀 你也下去吧 是 柔婉仪怎么样了 回皇上的话 柔婉仪有两个月的深渊 这次摔倒啊 差点导致小产 不过幸好 太儿并未出世 太医说休养些时日便好 恭喜皇上 不过这淑贵妃行经恶力 定不可轻饭 定不可轻饶 奴婢劝娘娘还是招了吧 没做就是没做 本宫没什么好招的 这后宫上上下下都知道你和柔婉仪不合 你说没做就没做吗 奴婢再说一遍 说的就是你 死奴婢 朕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娘娘 我娘娘是皇后 皇后怎么了 我娘娘是皇后 我娘娘是皇后 踹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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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退下 是 朕本以为你已经悔改 没想到你还是仗着朕和皇后 为所欲为 臣妾本来都没有错 皇上宁可相信别人 都不能是我 这次你做的不错 居然能说动柔婉仪嫁货给淑贵妃 这是你赢得的 不过遗憾的是那个孩子没有做掉 要是能一时二鸟就 奴婢知道了 好丫鬟下去吧 娘娘 陛下大发雷铁 定然会让她失宠 那余旨 我一个现代人做错了什么啊 居然跑到一个古代背景的小说里 宫斗真不是我的强项啊 你的机会只有一次 说了 柔婉仪之事 真相究竟是好 柔婉仪 柔婉仪自己花的 让奴婢嫁货给淑贵妃 是 如此 Uh 可见想要活到大街渠 跟对老大最重要 更何况对付齐奥这种顶级老大 最好用的办法就是 释助 就知道他们聚心叵测 皇上 多亏了你 不然 我肯定被他们生吞活剥了不可 凡人之心不可无 你呀 就是缺心眼 我有你就好了吗 我长那么多心眼干嘛 你既然知道对方聚心叵测 为何今日你还要救这万一 我和二到的时候 他已经躺在那了 必须摔着胶 不过他就算有雄心包子的 也不敢拿皇家子嗣开玩笑 所以 所以 引出幕后黑手 不错 朕收回刚刚说你缺心眼的话 只可惜 没引出来 所以 说不定幕后黑手 现在已经急得快跳出来了 只管静观气变几个 这样啊 那臣妾就拭目以待了 不过 哪怕他没有事 秦二爷还是会救他的 这毕竟 这毕竟 柔婉仪 可是皇上喜欢的女人 还怀着皇上的骨肉呢 如果他有事 皇上肯定会不开心的 秦二 不想让皇上不开心 是吗 秦二 你绝没觉得 我们该有自己的孩子了 皇上肯定会不开心的 我看书贵妃很不简单 您一定要小心 笑 我是皇后统领后宫 她只是个妃 再得宠也终究是个妃 要我小心她 哟 这不是我们风光无限的书贵妃吗 是皇后 嫡不犯我 我不犯人 嫡若犯我 放狗咬他 果然 还真爱恋不住 皇后万福 万福世界啊 多子多福倒是真 不像书贵妃啊 进宫这么多年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再得宠 也是只下不出蛋的母亲 说起下蛋 这有些鸡 倒是能下蛋 只不过 下的都是些 惹是生非的混蛋 你敢嘲笑本宫 我的太子好着呢 皇后 您别对号入座呀 都是误会 误会 臣妾就不讨扰皇后娘娘了 这免得太子听到呀 又来打人 惹是生非 你 本宫乃后宫之处 打你 岂需要我儿子动手 娘娘不可 参见皇后娘娘 参见贵妃娘娘 奴才奉陛下之命 将昨夜 许给贵妃娘娘的 玉佩送来 辛苦公公了 皇上 可真是计刮本宫啊 娘娘客气 我看 天气炎热 要不奴才 先送娘娘回宫吧 免得陛下担心了 那就麻烦公公了 书贵妃身子弱 万一中暑了 可就不好了 多谢皇后关西 皇后怕是多虑了 臣妾告退 还请公公带句话 秦儿也不是白药皇上的玉佩 这个回礼早备下了 这皇上和娘娘 还真是间谍情深呢 那就麻烦公公了 娘娘客气 可都烧听了 回皇上的话 贵妇娘娘娘已经回宫了 皇后娘娘也回了自己的秦宫 打了草 怕是要被蛇给咬了 贵妃娘娘有皇上护着 还吃得了什么亏啊 谁吃亏还不一定呢 哟 哟 乔弩在这张嘴 这是贵妃娘娘给皇上的回礼 也不知是何西市珍宝 玉佛 玉佛 玉佛头子安活动 入骨相思 知不知 入骨相思 皇上 奴才有件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批快放 皇后娘娘今天 为难淑贵妃 还说 淑贵妃生不出孩子 朕的情儿 不是谁都能智慧的 那皇上的意思是 不着急 朕之夜 皇后和贵妃斗智斗勇 这皇宫 以后可有热闹可看了 啊 不得惊订阳 仙子 未经许 那皇上 你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日后啊 免不了给我小鞋穿 你乃是正义品贵妃 不用这样妄自菲薄 皇后居然敢说你生不出孩子 她是在质疑你 还是在质疑朕呢 皇上就是不断 不行 朕就要证明 朕和秦儿都没问题 皇上 那么多人看着呢 千秦 你竟敢顶撞母后 本太子看你上回是没挨够 父皇 放肆 后妃的请殿也是你能闯的 朕贵妃身为你的长辈 你竟然敢直呼名讳 好大的毯子 看来皇后是越来越不称职了 她管不了你 朕来管 来人 是 将太子脱下就丈子二十 父皇 父皇 父皇儿臣再也不敢了 饶命啊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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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